各位,最後我們進到簡報的最後一頁 那這個呢,這個程式檔 因為我放在那個雲端檔 所以你們這樣會進不去 但是沒關係,我有把它準備 簡報最後一頁有沒有一個完整的圖檔 你可以從這邊去檢查一下 我把它打開 哇,路都等了,放大一點 放大放大 好,在這邊 你看我在這裡 有沒有,我用了兩個 馬達1跟馬達2 對不對 那這個等一下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們直接從用這個來改就好 用剛剛的那個來改 好,你現在看到這裡 剛剛你做的這個OK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測360 還有,是不是還在加一個四五馬達 所以我們先從左手邊 好,不用啦 直接從這裡就好了 好,來這裡 這個地方 你把這個機目複製一下 按右鍵 複製一下 這樣有沒有多一顆出來 多一顆出來 好,那這一個呢 你可以發現這兩個有沒有變數都是同一個 這樣的話就不行啦 對不對,等一下我們要改變一下 不過呢,我剛剛想到 我們現在還沒有把那個硬體接上去 我們先把硬體接上去 好,那麻煩各位呢 還是先斷電喔 你看我每次都要拿來前面 先斷電 然後再給我一點 驗鳴正身一下 呵呵呵 好,那剛剛呢 也有老師的筆電有發生說 欸奇怪 我的LED電舉證會動 但是麻煩不會動 很多都是因為怎麼樣 筆電輸出的電壓不足的關係 他就沒辦法 那你那個360度的 你現在就一樣把它接上去 他一樣是三根腳 對不對 再拿三根公公的杜邦線把它接上去 這裡我現在把我們這個再接起來了 那這個360的呢 您看一下 我在這邊 我的紅色我堆接過來是接到綠色 那棕色我是接到這一個 再來控制線 黃色我是接到藍的 你只要知道是哪一個就好 那麼一樣的VCC 我們就找到這邊 我再把這個拔起來 好,把它拔起來 好,把它拔起來 我們的VCC還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把我的綠色這一條 綠色這一條 把它接到這邊 好 第二個 它的接地 這個棕色 我是接到這個棕色 所以我這個也接到GND 有沒有感覺接線越來越複雜了 呵呵呵 好 也把它接到這邊 再來我的控制線 我的是藍色的 藍色這一條 我們還有一個02的角位可以用 所以我把它放到這個02的角位上面 02的角位 有沒有,在這邊 02 好,這樣接好了 接好了 我們就 把電源 再把它接上去 囉 好,那 這邊呢 就看老師剛剛做的那個風車 你要哪一個 我就先用這個代替一下 不過老師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是會轉360度啦 所以你可能要有一個空間 像這樣子放進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像這樣子 裝好了 等一下 我LT點擊證 我忘記把它放上去了 哇,快要塞不下了 糟糕 糟糕 有點塞不下去 你們會不會有點塞不下去 如果會有點塞不下去的話 我們可以把那個 這個 VCC跟GND 把它移到後面去 因為後面這裡是還有空間 對不對 來,我看一下 這樣子 如果 老師 這個LED點擊證這樣塞不下去的話 好 我就把這個 拉到另外一邊去 好了 我把它拉另外一條 延伸到後面去 所以我接另外一條 出來 把它轉到後面來 這樣我後面這邊就可以用了 好 好 我先 先做一下 這邊 我的VCC 這一條 好 紅色的我拉來後面喔 好 這一條 OK 那我現在這個 現在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 綠色的 這一條 我再把它移過來 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 如果您覺得放不下去 我們再來 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該怎麼樣處理一下 那GND 這個我就接在後面就好 好 這樣我前面這裡是不是就有空間了 OK 所以我重新再把線接上去 好 我就等它一下 我現在已經把它接上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囉 剛剛我們這個積木是複製出來 可是因為你 預設拿出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變數名稱都一樣 那你同一個變數名稱 你不可以對應到兩個裝置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下面這個 要重新命名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按一下 跟它講 這是一個新的變數 你不是 直接重新命名這個 因為重新命名這個 是不是上面有幾遍 所以我必須要按 新的變數 讓它會跳一個這個對號環塊出來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 ERVO 比如說這個是第二顆 我就給它一個名稱 有沒有 這樣確定 那麼上面這個 如果你覺得要比較好辨識 你也可以把這個 這個我就可以用重新命名 因為這是原來的嘛 我把它變成 之一 有沒有 第一台 第二台 或者你要用90 180 360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我就按確定一下囉 所以我現在有兩台喔 上面這個是180的 下面這個是360的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角位 是不是接在2 對不對 我一個接在0 一個接在2 這樣就好了 現在呢 我們就 針對這一個 你看我剛剛有改的 是不是下面會一起改 因為重新命名嘛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 我們來看看 找一顆按鈕 找一顆按鈕 來執行你的這個風車 我就從遙控器這邊 拿一顆按鈕出來 我先放上面好了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好 如果你想要風車轉動 假設我是用3 按下去 好 那我們做3之後呢 我來告訴他 我們的馬達馬達 四伏馬達 在這裡 請他轉動 一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 基本上 可能是 原則上90應該是停止 90是停止 好 那你多一點點 比如說195 它就是會轉動 我先把它變 我把它變100好了 105 OK 那 因為呢 待會你轉動下去 總要有一個時候要停止 所以我先做一件事情 在這邊 我先等待 比如說它自動轉動 我等個10秒鐘好了 那我希望它自動停止 我就來這邊 這裡 把這個複製下來 告訴他 欸 你轉了10秒以後 要自己轉回90度 是不是就變停止了 等於我按下3 它會轉動一段時間 轉完了 等待這個時間結束了 就 停止 這樣OK嗎 可以喔 我們就測試看看喔 所以我就 停止 再執行停止 好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裡 當我按下鍵盤上 這個3 糟糕 沒有喔 表示我的電池不夠力了 哈哈 蛤 對 對對對 嘿 所以可能我要 確認一下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意思喔 所以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 它基本上是有兩個轉速 一個 大概是 105 或是95 它轉的速度比較慢 老師剛剛有沒有試過 轉的比較慢的 它有兩個速度 那你如果顛倒過來 往回走 我們剛剛是往右邊 它就是大概 105嘛 你往回走 大概是85 或90 那個 75 還是80 左右 它就會怎麼樣 就會 轉另外一邊 嘿 它會轉回另外一邊 這樣OK了嗎 好 我等大家去試看看喔 好不好 好 好 我是